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台湾股市礼拜三 量缩整理 那你说量太小 一般人的感觉就量太小 可是这个整理我之前 就跟大家提醒过 如果这个整理的时候 它的量还是很大的话 那你今天买股票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整理的时间本来量缩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量缩的整理 它的结构会影响到 未来股市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结构 比成交量更重要 如果这个结构是对的 它往上再供的时候 成交量自然就会出来 什么叫结构 这个结构是正常的 所以它是一个量缩的整理 结构是礼拜一我就谈到的 当礼拜一大涨127点 我说你要注意电子股 蓝色的电子股 礼拜一是塑化钢铁金融股涨 所以有整理 但是这个整理 在结构对的情况之下 它不会有一个波段的下跌 叫做整理 那什么叫结构对 昨天 昨天的电子股比大盘要弱一点点 不能弱太多 你不能说这个 这一次上来的领先的结构 来到8500 8600的一个领先的结构 第四季是旺季的电子股 如果它比大盘要弱很多 那也不对啊 弱后的金融股如果强很多 那也不对啊 它只是刚刚好 差一点点而已 可是昨天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开始要整理 不管昨天是不是拉尾盘 到今天 电子股 其实是比大盘要强一点点 比大盘强一点点的电子股 它不是弱 它仍然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构 这个叫做正常的结构 结构只要正常 它就是一个量缩的整理 那量缩的整理在等什么 也许你会说等明天的什么大力光啊 法说会啊 台积电 法说会 然后执政党的什么 一个要换总统候选人等等 那我认为啊 各位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哦 你也可以不用思考 你去观察 观察到底 现在全世界 美国也要选总统啊 然后中国大陆 到底它的政策 是做多还是做空 你也可以说 这是两党做多 那你也可以说 台湾 蓝绿 包括对岸的 你说共产党 它到底是做多还是做空 基本上哦 这个是市场的 某些 老手的看法 最近其实 你不要看我每天跟他上节目 只是按照什么技术分析啊 技术分析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你未来在看我的节目当中 你再仔细看 我会谈到更多更多 市场的主力行为 那主力行为不好听啊 所以我们要想 你认为这些主力的行为的背后 它有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它有没有一个选股的主轴 其实都有 因为那个大资金的进出 跟小资金的进出 想法是不能一样的 那所以 两党做多了 哪两党 我们不在这边名讲 就是两党做多 三党做多 那全世界都在做多 其实包括苏俄去轰炸那个叙利亚 他也是为了他的油价去做多 要连续炸三个月 要把油价从40块炸到90块 100块 那个才是苏 苏联的他的一个想法 他背后也是为了做多 所以做多的结构里面 今天涨的 你说今天大盘虽然是整理 但是今天涨的还是太阳能跟LED 今天还有涨什么 盘虽然的特色 我等一下还会谈到 我们先来讲结论一样 电子股是领先的结构 领先的结构 它整理 整理就是为了要修正 我上个礼拜谈到的 8200点以上 你这个行情要扭转 8200点非常重要 现在还有8500 8600 那你不是用感觉说8500 8600 到底是高还是低 是要去看 他怎么样在整理当中 去修正他的缺点 修正这个缺点完之后 在8200点之上 这个多头反攻的时间点 会比各位预期的 感觉的要快很多 因为他的位置只要是对的 那个整个扭转的方向 他就会很快的到 那所以我们再看 你现在很多人 其实你看今天成交量 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尾盘的一笔 大概50几亿 今天成交量只有700多亿 盘中的成交量只有700多亿 700多亿里面 法人没有少买少卖 所以少掉的是谁 少掉的是占台北股市7成的散户 散户不见了 可是你不见你不做 不管你在想什么 那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不要乱做 你不要说 照来问 我想今天还是有人问 脸羊为什么跌停 为什么跌停 它有什么消息 你如果习惯打电话给营业员问说 那个脸羊跌停 它有什么消息 你如果还是这样问的话 你不会进步 管它什么消息 你管它说这个股票 它还是热门股 成交量2万 将近3万张 今天跌停的成交量 将近3万张 你问有什么消息 其实一开始 不是这个时候 是它这个波段要跌下来之前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问我说它很强 它很强 它是经过这一段的整理 这里至少要经过这个整理 那没有经过这个整理 你回到最原始的问题 它有没有成长的轨道 这两个条件嘛 第一个是它有没有成长的轨道 没有 就是没有 从1月2月3月看到现在 从18块看到9块 9块再弹上来 这里的条件都还不够 所以 这个跌停你不用去问 什么理由 什么原因 为什么 什么有什么消息 应该说你一开始 你怎么去看一档股票 这比较重要 而各位你了不了解 你现在在市场上 听到看到的 甚至很多报纸媒体 专家跟你讲的 都不见得是正确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股票是这个样子 跟年初的时候一样 跟年初的时候一样 在涨的时候很多的理由 题材故事 报纸很多的讲法 可是为什么有人套在这个地方 二十几块 二十几块 大家都熟悉的股票 然后刚回来 它就办现金增资 办完现金增资以后再跌 最低是不是跌到这下面 那所以现在有很多股票在这个位置 我不是说我做多 我就一定要跟你讲说 什么股票 你等一下会看到 其实很简单 你在节目当中要印证 你看节目你看到什么 我每天讲什么 我每天讲什么股票 我最近讲什么股票 你等一下看 你每天做记录 你就知道说 这里面蕴含了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跟看法 你有方法有看法 最后才是做法的问题 不是每天在那边讲 我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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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人看节目 看多了 每天都在讲我怎么做 请问你在怎么做之前 你到底你的看法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的选股的主轴 你的成长的轨道 你的SOP的位置 好 这些你通通都不知道 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你知道说 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醒 什么样的个股 什么样的个股 讲完之后 它什么表现 如果这一点你看不到 你在节目当中看不到 看不到说我讲完之后 产生了一个效果 那你怎么会计划说 以后会做得很准呢 所以有一个报章媒体 你要特别注意 其实我各位一直在跟大家讲 有时间找人帮你做一下 这个成长的轨道 不要只看报纸写 因为报纸不会给你这个图 报纸不会告诉你说 台化 其实今年是很差的 台化今年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 其实台化的营收 今年为什么会不好 好 那纺织股的上游 尤其是家公司 家公司有哪些 一四五二的红毅 一四五二的红毅 利利 吉胜 这个都是标准的家公司 还有很多 其实你看到最近很多人在讲的 前一阵子 最近没有人在讲 前几个月大家都在讲的 很多人在讲的纺织股 里面大部分都是家公司有关 可是家公司如果真的那么好 那为什么这个台化是家公司的上游 台化是家公司的上游 为什么它不好 所以这里面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秒钟你可以看得出来 奇怪了 前面几个月很多人讲的 奇怪了 然后今天太阳能大涨 中美经理连续看四天了 今天再涨 3691的缩合 今天再涨 这涨7.5% 盘中这个地方涨7.5% 将近600块的股票 你有没有在节目中听过看过 不是很久以前 就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 我讲绿色经济 讲到太阳能 就是讲两党股票 这两党股票今天有没有大涨 你看节目一定看到 你一定有 应该要做记录 可是今天报纸写什么 又来了 太阳能需求好转 明年度的高成长可期 太阳能好转 你要先看懂 我讲的中美经 跟3691的缩合 因为这是太阳能里面最上游 最上游的 叫指标股 可是太阳能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您知道吗 太阳能未来能不能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在于它的建制的成本 跟除能的技术 这两个关键点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掌握 太阳能 建制的成本 新的除能的技术 的发展的进度 时间点 你怎么可能赚到大钱 好了你看节目你去买了 你买了几张 买了以后什么时候要卖 然后我刚才讲的太阳能的关键点 掌握到多少 这个都是真正赚大钱的 才实际的关键 好所以 我现在在节目当中 未来一年 我会在节目当中谈到更多的实际的操作面 而这个实际的操作面 我想是各位看节目你需要的 那为了方便投资朋友 更方便收看 所以10月26号开始 10月26号开始 我们会新增加一个时段 欢迎大家到时候按时去收看 会有更多的实战的内容 实际的操作的方法位置 你等一下继续再看下去 就知道了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我昨天有谈到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式的训练 这个思考方式的训练 你如果昨天没有听清楚 你昨天没有听到 讲说为什么大陆未来要这么多的核电厂 核能发电厂 这跟台湾人过去的想法 跟你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一种思想的训练 这种思想的训练 不是说我在洗脑 是你在看股票听股票 那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考的训练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 都是实际的例子 最近有一个族群在涨 这个叫做智慧家庭 网路股在涨 包括中壘 中壘是涨最前面的 然后这些是跌升的反弹 可是这整个族群 它不是一档股票 它是一整个族群在涨 其实智慧家庭 以后我们还会谈到 它跟我所谈的绿色经济 其实是有关系的 可是有另外一个族群 停在电脑画面 我按几档股票给大家看 小面板在涨 小面板在涨 小面板后面跟着在涨 在涨 连续你看到四档 都是台湾的小面板厂 小面板 友达群创也有做小面板 但是小面板不符成本 那个其实对效益其实不好 所以小面板的厂商 其实慢慢被淘汰的 你看看那个光联 其实盛华的对面 就在台中工业区 毯子 毯子加工区 盛华 现在看不到了 你在行情表上面看不到了 可是盛华对面叫做光联 全部都是做小面板 小面板好吗 真的好吗 这个是一个思考的训练 这是一个思考方式的训练 不是它涨而已 涨有没有符合你要的成长轨道 你要的SOP位置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它在涨什么 那不知道在涨什么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买 所以我认为好坏之间 涨的不一定对 但是对的你一定要坚持 朔和今天涨7.5% 太阳能LED今天都大涨 同样涨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自己回头去看 LED时间点还没到 我都讲结论了 所以现在最阶段 你知道我们所讲的 绿色经济第八天 你在做思考训练方式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太阳能这个部分 那至于你说电动车呢 电动车它不是刚刚涨 它有没有新的车种 有Tesla有新的车种 9月份康推出来 5万辆新的车种 新的车种能不能维持 它的一个成长轨道 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的重点 然后这个成长的轨道 能推动它到什么地方 能推不能推这一段 能不能推这一段 能不能推这一段 至少牵涉到三成五成的一个空间 那个才是一个操作的空间 能不能又回到我刚才讲到的 你的思考方式的训练 思考方式从方法简单 去做判断的训练 其实每天你看分析附录 你看不看真的很重要 因为里面蕴含了很多 你以后一辈子的 对股票的一个思考方式的看法 看法之后再来说做法 核大你五十几块怎么涨 涨到一百二的时候一百一十九 我说你要很短 那个价位设计要很短 价位设计如果没有很短 它第二天就拉回来了 讲完之后第二天 马上从一百二十一直接拉回来 拉回来什么地方 拉回来又进入到这个 正常的一个整理区 整理月久 它接下来明年的 我们不要讲时间点了 好啦就明年 一月份开始以后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整理时间完之后 反正你看节目 我会提醒大家 回到九十六块以上上下的中轴 去做整理 所以我才说它到一百二的时候 你那个价位要设计得很短 景气循环股 昨天刚讲完 今天早盘有没有涨 涨 为什么又掉下来 这个差很多 景气循环股 昨天才刚讲 其实也不是昨天讲 你从十七块看到二十五块 二十五块又压回来今天 这整个过程 其实牵涉到说 你什么时候在切入 其实我有把那个位置 秀给大家看 那你没看到 没做记录 没有关系 我再带大家重新做切入 华雅科 不是在这个时候 那所以 连景气循环股 再回到来你的观测点 从景气循环股 昨天刚讲完 今天盘中涨 整个中线的景气循环股 这个都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训练 那中美金昨天大涨 今天在涨 这个是你看过的 上个礼拜 在讲太阳能的时候 其实三档股票嘛 上银 你要等拉回的价位 这我今天很明白的告诉 我们的会员朋友 不是差一点点的问题 是差一点点 那一点点有什么意义啊 你务必要去遵守 那个差一点点的意义 要不然有时候 差一点点会差很多 然后上个礼拜 我们在讲太阳能就是讲 上游的中美金 跟3691的硕核 我想你每天看节目 你都知道了 那天讲三档股票 这一档要等拉回的价位 这个不是突然的想法 这个是有一个思考方式 对未来的一个追踪 节能环保 绿色供应链 简称绿色经济 里面的内容 明天还有 后天还有 整个前后的脉络 其实我都已经先准备好了 我才来跟各位做报告 绿色经济 连续讲第八天 明天还有第九天 我要讲什么 第十天我要讲什么 各别股都准备好了 因为未来选股的方向 就是这样子 你说这个选股的方向 能不能赚钱 你要先问你自己 这个选股的方向能不能赚钱 在四天前 这一天呢 不是它涨上来的时候 是这一天 10月8号 这一天 上个礼拜四放假之前 还是一根黑线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它会涨 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不是讲什么股票 是这个点 你抓得到吗 3691的硕核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说它很重要 今天涨7.5%的硕核 昨天涨今天再涨的中美金 都是你上个礼拜 放假之前上个礼拜四 你看到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 这个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训练 这更是一种赚钱方式的训练 这是一种赚钱方式的训练 今天硕核盘中涨7.5% 今天硕核涨7.5%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昨天收盘后 昨天收盘后你会想什么 昨天收盘后你怎么会觉得说 它今天会涨 然后上个礼拜你怎么觉得 它今天它会涨 昨天收盘后 今天你怎么知道它会涨 今天最高来到594块 从这里上来 这是一种赚钱方式的训练 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训练 那么今天涨完太阳能之后 别忘了明天要涨什么 明天要涨生计 生计股这是另外一档股票 这个位置又是一样的 跟硕核一样 跟中美金一样 又是另外一档明天的生计股 所以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现在其实是 对我们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时候 不管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股票 那个切入点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明确的 你只需要打一通电话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 直接洽询 真情大放送 新的节目开播之前 你怎么样去利用 这一次的大放送 掌握到新的切入点 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